小朋友们回答的真是太积极踊跃了,非常的好,明天呀,6月25日,农历的5月初五,就是端午节了,念念姐姐在这里祝大家端午节安康。 诶,有小朋友这个时候可能就要问了,为什么我不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呢?这就要从一个中国的古代传说讲起了,一起来跟我听听吧。 传说呀,在春秋战国时期,也就是距今两千多年前,有一位楚国的大臣,屈元,他呢,也是一位诗人。 那个时候,他就建议楚国召集士兵,去对抗秦国,但是,他却遭到了反对,还被赶出了都城。 在这个过程中,他写出了不少诗篇。 后来,楚国最终被秦国入侵,这位爱国诗人屈元很悲痛,就跳进江里了。 楚国的百姓们听说了这件事,为了保护江里的屈元,不被水里的怪物吃掉。 于是,用树叶包上米饭,捆起来,丢进江里去喂饱那些水兽。 这些丢进水里的食物,就慢慢发展成了粽子。 现在,咱们每年的五月初五,都会吃粽子,赛龙舟,来纪念这位诗人。 那,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,为什么我们不说端午节快乐呢? 这是因为屈元头江,本身是一件很悲壮的事情。 我们为了纪念它,自然就不讲端午节快乐了, 而是用安康两个字来代替,为亲朋好友们送上端午节的祝福。 未经许是一个废话大。 在这是什么稳定的! 在一起的字幕来说你良好多的时候, 在这里的礼物, 然后宝贝多斯很正銖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